土瓦魯国总理代菲利 抗例来台庆祝国庆 赖总统特别感谢 国际上把握帮台湾发生了机会 赖总统上任后 首次参与国庆日 有帮或非有帮 贵宾出席的成员或人数 都是外交上的 美美咖咖 连这个邦交国的领导人 都没有到齐 意思就是说 这些国人好像也都异性蓝山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 尤其因为两岸紧绷 北京绝对不会松手 瓜地马拉这回是派第一夫人出席 学者也说邦交国出席状况不佳 但非邦交国部分 美国大力帮忙比以往有进步 今年国庆外兵183人 庆贺团92人等 美日刚好都在选举中 来的人数相对比往年少了些 离我们最近的日本 今年也有西面孔 日本京都府归岗市长桂川孝玉提前来台 除了推广家乡美丽云海 也进行台湾绿化环境考察 他已三年罢 也传出未来将会更上一层楼 交出京都府知事 是入境随俗吗 这回答满满台湾政治味 点破不说破 TVC问柳立城国产运装海域台北 什么道